澳洲人 中国新 您现在收看的是 澳星电视中文台 是吧 女的你能想做些什么呀 这澳洲森林大伙 我说拜托你 布里斯帆森林大伙 少得到墨本来吗 就好像 好好留学 天天向上 欢迎收看澳星电视中文台 首档的留学生 talkshow节目 留学这些事 我是主持人佑晨 今天我们现场呢 邀请到了三位的嘉宾 来与我们分享 他们的留学这些事 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打声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来自RMIT的Ray 哇Ray看起来 相当的有书身的气质 是吧 那是 观众朋友们好 我是来自Monage的Alice 哇Alice戴着黑框眼镜 今天是来电导 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是吧 本来想换个红色的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来自CQU的Avril 哈喽 Avril 今天穿的一身红 看起来相当的有 这个灿烂的阳光气息 好 谢谢 好 我们今天呢 身处在这个国外 很多留学生呢 天天都会接触到 各式各样的人 像是呢 除了同学之外 我们天天都要相处 接触的 就是我们的室友了 所以我们常常都希望 能够跟一些 我们喜欢的 这个个性相符的室友 住在一起 不过常常呢 事与愿违 我们呢 没有办法选择 我们会跟什么样的室友 住在一起 所以这个时候 就会发生了 很多一些尴尬的事情了 像是Alice 我们知道 你有跟这个咖喱王子住在一起 这个是什么故事 告诉我们 就刚开始出国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肯定就会遇到很多 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就当时已经做好准备 说无论他们怎样 我都会接受他们的 然后那个 印度来的那个王子 他就怎么讲 他就天天吃咖喱 天天吃咖喱 就星期一是青咖喱 星期二是黑咖喱 星期三是红咖喱 我就不知道世界上 原来有这么多咖喱 这么多种咖喱啊 然后他 他说让我跟他一起吃 然后的话就 我本身是不太喜欢吃咖喱嘛 然后我不知道 我感觉这个食物在他们国家 是挺神圣的 然后又不敢怎么样子 对啊 然后就最后都不敢回家吃饭了 上次他说 借个盘子做个菜吧 然后我借给他之后 就从此之后 我那个盘子做出来的菜 全都是咖喱口味的 咖喱炒青菜 咖喱炖牛肉 对 没错 我也有一次 这个印度的这个朋友来家里 一喝我们的杯子 一喝都是咖喱味是吧 你这已经算好的了好不好 他起码请你吃咖喱 我遇到那个室友 曾经有一个月 整整一个月 他没有买任何的生活必需品 为什么没买呢 包括食物啊 牙膏啊 哪怕 卫生 卫生纸啊 都没有买 然后你知道他怎么深蹲下来的吗 他们就是 他把那个冰箱已经 制作了公司的 就是他每次想吃东西的时候 就拿冰箱 就拿我们买的东西啊 直接拿出来 然后有一次 就是那段时间的时候 我曾经买一瓶果汁嘛 对 然后这么大瓶果汁 然后放冰箱里面 然后后来 我就是有一次在做菜嘛 有一次在做菜的时候 在厨房切肉切肉 然后他这个时候 就很那种正常的 走到厨房去 然后打开冰箱 把我买的那瓶果汁拿出来 然后公公公自己倒一瓶 然后放回去 然后直接走了 完全呈现了一个老鼠的状态啊 完全 天天分食 他就觉得这个东西 好像就是他的一样 非常理所当然 我就觉得这种是有 就是说你偶尔拿别人家的东西可以 但是你不能天天这样做吧 不过呢 我们其实说到这些极品的室友啊 有好的 也有坏的 不过呢 也不是说他们好 或者是不好是吧 因为像有一些 我们就觉得 怎么这么热情啊 让我们有点怕怕的是吧 像Alessie就有碰到双胞胎的室友是不是 双胞胎有啊 对啊 但是是男的还女的啊 女的就太好了 是吧 女的你能想做些什么呀 就感觉总是不一样的嘛 就好像是不一样的 其实女的做的 其实男的也可以做 所以我们私下再讲是吧 这不是重点啦 重点就是 我认识他们挺多年的啦 然后的话就是 两个人小时候就经常互相照顾嘛 然后的话 出到国的话 就父母很担心 然后每天晚上要按时视频回家报道 一个小时 就是说 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做了什么事情 就每个 每天哦 视频一小时 完全把你当长官 就 报告 今天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他跟他们家里人通话 就打国际那种 然后他就是 就是认识很久啊 他爸妈就说 那你帮忙照顾一下他 然后就每天就要说 这澳洲森林大火 我说拜托你 布里斯班森林大火 烧得到木耳本来吗 就好像我是那种 干嘛 中国驻澳大利亚 那种新闻发言人哦 就很多事情都就是 就要问我怎么样怎么样 好像我说话能够改变一切 所以你真的知道吗 那你怎么怎么处理的 就掰吗 就 就听 就他们告诉我之前 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 对啊 就就还好吧 我觉得 对 你那是有点无语啊 那我觉得下次 就是那段时间的话 如果澳洲发生什么事 都直接问你了嘛 我觉得你应该非常清楚 对啊 这中国奉我爱子心切 理解问题 就是你的那个还算好的啦 就跟你讨论我的那个 就直接就跟我吵起来了 我有一个新 那个来自香港的那个室友 然后 因为可能文化上的差异吧 然后他喜欢就是打开门 然后就整天看YouTube上 就是关于香港对大陆的评价 然后呢就一直在我面前 因为可能我说广东话 他就完全已经忘记了我是大陆的 然后就在我说我祖国的坏话嘛 然后我就真的忍不住了 就跟他说我是大陆人 然后他就 那结果他怎么样呢 他傻了吗 脸滤掉 后来就 我真的受不了 就让他就是帮走了 因为真的有点文化上 差异比较大的 知道是 不过呢 其实呢 我也有碰到一些这个极品的室友 这怎么一回事呢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这个女性朋友的室友呢 天天啊 每天带回家的男生都是不一样的 我说怎么今天晚上呢 跟这个A室友的男生朋友来吃饭好了 怎么隔天早上起床刷牙 这个一转头发现 怎么是逼男友啊 就天天都是碰到不同的人 就是换来换去 对对换来换去 不过呢 这个我当然是没有什么受益啊 不过听说我们现场的啊 Alice 是不是天天跟五个女人住在一起啊 怎么这么的幸福啊 就到时候把你的朋友也先介绍一下 给我认识先呢 为什么啊 五个女人还不够啊 你需要十个二十个啊 就哎呀 能力这么够 就没有了 就觉得刚开始就大家觉得 我刚开始也很开心你知道吗 就哦 我说我这太爽了吧 对啊 天天都想回家 天天往家里跑 就但是实际上的话 就是跟五个女生一起住的话 现在不是了 就 为什么 就就就 就搬走的搬走 毕业的毕业了 然后受不了 你为什么受不了来说说 就就刚开始我也觉得很爽啊 然后就就想想很开心有没有 但是实际上的话就是 就因为大家都是来自中国嘛 然后平时的话就有什么什么 脏活重活累活 基本上就除了我干就没有别人干了 对啊 然后就什么 半夜两点钟去他们房间里帮他们打 打蜘蛛吗 打蜘蛛是真的要打蜘蛛还是假的啊 是不是 Aless 来帮我打个蜘蛛吧 其实是你知道 衣服弄个肩膀啊什么 坐在那边打蜘蛛是这样子吗 就其实就我也很期待了 但是最后总是受伤害 有没有 是吧 这伤害挺大的 对啊 然后就觉得 这种东西 就大家就不要想当然 对不对 就 哎呀 你怎么讲呢 你起码还有个 就是跟 我跟你的注意起码 五加一嘛 起码还有个 赏薰烟幕吧 我怎么感觉到你背后有一个乌云啊 打蕾伞 你这么的 来说说你的故事吧 我跟你说 我首先 我原来住的时候 是跟两个肌肉男 两个肌肉男 肌肉男挺好的呀 好什么 他们整天两个人对着镜子 非常在那摆姿势 你有学会吗 我们摆一下 但是 然后 没有没有 完全没有 虽然说 是不是 还是有一点肌肉的 不过一般不写出来 好吧 然后就是他们刚开始住进去的时候 开始只有一个室友嘛 然后他就 他一直在怂恿我 他说张上和 他说瑞 你去健身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就没有甩他 然后他 然后没有理他嘛 然后后来又搬进一个室友 然后那个室友 最后被他怂恿了去健身了 然后就两个肌肉男 沉添面着一个镜子 在那各种摆破 说实在是 觉得那个口味上 就有点很有腻 有互相摆吗 有啊 他们还有 真的有互相摆 互相摆是吧 对啊 我们两个要不要示范一下 是这样一样摆啊 来就是就是 你不是也会摆姿势吗 反正就是他们就 随便摆 你当个杠杠 跟杠杠也可以 就比如说是 就比如说一个一个说 一个一个看我这个肌肉 昨天是锻炼的不错 然后另外一个说 我今天也 我这个腹肌也锻炼起来了 然后就曾经两个人来说 互相指着对方肌肉说 那个口味真是太重了 他们会不会租那种录影带 然后回来跟着那样 One more Two more One more 那种感觉 这个这个倒没有看到 倒没有是吧 那是健身吧 也对 那有没有带女生回家呢 没有 他们倒是没有带女生 我一直觉得 觉得他们的那个 有一点问题 那你洗澡的时候 在减肥罩 会不会感觉到 后面是不是有人 没有没有 我都是 我都一回家之后 赶紧把门锁好 这么的紧张啊 对啊 其实我有一点小怕的 所以门窗都锁得挺好的 对啊 行 Abruary这边好像也有一些故事 可以跟我们分享是吧 你的室友是不是 有什么特别的怪癖是吧 对我的室友就是有一点收藏癖哦 他整天就是把家里的碗 就是pack好了 然后都放到他的橱柜 那衣柜啊 或者是床底下 然后都突然之间 我有一天回家就觉得煮饭的时候 就发现哦 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 那跑去哪了 就是在他房间里面藏着 那你怎么发现的呢 就是家里的都没有了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就 进他房间就看到 所有的那个碗都已经包好了 然后就放在那里 就他都不洗的 然后就放到 那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皮好 那你除了他偷碗之外 他还会拿什么别的吗 像盘子啊 汤匙啊 叉子啊 是不是天天都不见了 不是pack好长起来就是把它打烂 所以他可能就是很 就是小姐吧 可能就是洗碗的时候 就很容易就把碗给洗烂了 收藏壁加打烂东西的皮吧 我之前啊 就怎么讲 在后院晾衣服啊 经常发现那种不见掉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觉得 什么东西不见了 对 就晾了东西不见了 对 是衣服方面呢 像是内衣方面 还是内裤啊 是你不见还是你不见 是有不见啊 然后我说哇 我说这是 你刚刚说到收藏屁 我说哇 我说这我们家里不会有变态吧 对 后来就 后来隔壁邻居来敲门了 他说这是你的 哦 风吹过去 哦 原来是风 这一切都是风的错 对对对 家里很 很正常很正常 这边你好 然后他轻描淡写了说一句 Not enough to kill a person 然后觉得哇 我说这个 这些都已经先学会了 我已经在国内 比较精确的才过来的 哇 来这边干嘛啊 现在多少杯酒 多少个女生娘啊 可能有人养什么 蜘蛛啊 养鳄鱼啊 养蛇啊 蜘蛛啊 鳄鱼都有人养啊 你是不是在农村吗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搞完之后 就让他拿那个手啊 去抓薯片啊 然后水继续喝 拿喝水 我就旁边看着我 对 你这个已经间接接吻 好那么我们也总结出来 有一些问题啊 是我们和猪 一些时候会发现的问题 像是有没有室友 是有曾经养过宠物 让你觉得太困扰了 就是我这有过的 就是原来 我觉得是不是养宠物的人 都这样啊 就觉得宠物像他们孩子一样 就是我原来有个室友 他养着猫 然后他养着猫之后 然后他每天就抱着那个猫 跟他亲嘴 然后就是 这么亲密 对 然后就是揉他 女的 然后他搞完之后 就是让他拿那个手啊 去抓薯片啊 然后继续拿喝水 我旁边看着我说 你这个已经间接接吻了 对 我觉得 这样不会觉得不为什么 或者怎么样 但我每天跟他说 我说你觉得这样会不好吗 他说没有啊 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然后我觉得好吧 没有没有 你这个猫 就是正常宠物你知道吗 就国人养宠物啊 比较正常的猫 狗狗啊什么的 就这边就喜欢有人养什么 蜘蛛啊 养鳄鱼啊 养蛇啊 蜘蛛啊 蜘蛛啊 鳄鱼都有人养啊 你是住在农村吗 没有没有 就我之前去那个 就好像蜘蛛还有一样吗 我随便从我屋里面 抓住十几只出来 他们那个好大的哦 就我之前去奇尔岛旅游的时候 然后正好附近有个朋友 他是住在那边 就是 他是个local来的 然后我们说 去他那边打扰个 几个晚上这样子 就是也算是过 也算是合住过差不多一个礼拜了 然后的话 他家里就是有一条很粗的蛇了 然后 多粗是怎么样的种类 你知道吗 就 我不知道是什么种类啊 就很粗 然后很粗 差不多 蟒蛇吗 是蟒蛇吗 应该是蟒蛇 就很重啊 什么意思 黑的 黑的 难道会是 走在 灯上灯 走在路上 都不知道蛇在哪里 有没有吵出他 他养在那个温香里面 他就把他爆出来这样子 对他那时候刚去完皮 然后就 我问他 哎我说你这个蛇有没有毒的 然后他轻描淡写了说一句 not enough to kill a person 然后觉得哇 我说这个 我说那我还是抱一抱吧 最后有一起合影 证明 就 就是你是 强壮的男子汉 对 曾经抱过蛇 那像是您刚刚的那只狗啊 他如果大小变的话 是什么 哦猫咪 那大小变的话是要怎么清理啊 我觉得 哎我觉得其实猫还蛮聪明的呢 他 居然自己会上马头 我觉得就还蛮好的 然后白天的话 那个门一打开他自己溜出去了 然后晚上等他主人回来之后 他就自己回来了 其实我觉得猫冢冢还是蛮聪明的 那他会爬到你身上吗 不会 因为他没 他有一次尝试过 被我一脚踹开了 对 还能帮忙抓老鼠挺好的是吧 哎 我抓老鼠这个本领他应该丧失了吧 丧失了吧 我觉得应该没有 我觉得 我觉得他有时候吃的比我还好 哦是吧 他在吃那个猫粮可贵了 哎呦呦呦呦 有些人是可以 试试看你那个猫食啊 没有哎 有有 我之前 有一个朋友他养猫 他是希腊人 然后他在奥克里开了一间咖啡厅 然后 由于税务问题 那个月的钱就全部拿去交税 然后他找我借钱 开口第一句话 就说 哎 那个你借我点钱啊 然后他说 我说你干嘛 他说他这个月没钱 他说让我 让我托他去给他的猫买猫粮 然后他说 一定要是这个这个牌子的哦 然后我说 哇 我说你人都没钱了 我说你还想着你家的猫 就还是跟人有关系吧 对啊 就有一些人 你讲些人长颜的养死 你会觉得 哇 这种室友就 要么就太懒 要么就不正常 有个人 是 不过除了这些养宠物的室友 好像也有许多是开趴的室友吧 我是属于那个开趴的那个 你就是开趴的那个人 是吧 玩玩别的人 不是啦 是比较喜欢就是 请朋友来家里玩 然后 有一段时间就迷上打麻将 我家里已经有三副麻将了 三人的也有 四人的也有 然后 你是打哪一类型的麻将啊 我们就是研发了一种叫 所谓的四川麻将 就 可以就是不用洗牌 因为澳洲就没有那个 自动麻将机嘛 所以我们就 麻将不是要搓 不是 但是那一种你可以赢很多次啊 你可以 就是 一壶 你可以 糊了之后你继续摸的话 你还以再糊 股神的架势都错了 然后呢 那你可以一次可以赢个十块钱都可以的 对啊 不过这是照应的来源啊 有的时候我也有亲身经历过 我的室友啊 天天开桌打麻将啊 有时候三缺一就直接把我叫上了 所以我现在从不会打麻将到现在 诶 真的 精通啊 对 精通 就我出国之前呢 什么 善良纯真的一个小男孩 我来到这边 什么德州普克 善良纯真的小男孩是吧 就那时候很天真 现在我还教了几个会打的 现在的话就基本上全部都会了 基本上就摇骰子那些东西 哦呀 还有大话是吧 那我是来之前 这些都已经先学会了 我已经在国内比较精通的才过来的 哇 来这边干嘛啊 来这边 骗了多少杯酒多少个女生啊 没有没有没有 哈哈哈 OK那除了这些开怕的事情之外呢 我们好像有跟这个男女合租的情形 好像也蛮明显的在我们这个 澳洲墨尔本的这个地方 其实我一直蛮好奇就是你那个 跟五个女的在一起住的那个事情 你不如讲一讲 详细讲一讲 五个女人住这个不能轻易就把你放过啊 这个男女合租到底有什么问题 还是有什么好康的东西呢 就 哎呦这好康不好康 不要一下就扯到重点嘛 不要害羞嘛 讲出了一句分享嘛 我主要你肯定是晚上睡觉是不关门 或者洗澡不关门 哇 就我个人本身我是从来不会锁门的啦 就他们锁不锁我不知道 就我是我不我个人不锁啊 哇用意何在啊 就有没有你洗澡的时候 真的是他们不小心开门 啊你在里面然后刚才关门 呃这电视剧里面的剧情 你知道我每天都在想 但是实际上它就是不发生的 我也没办法 怎么就不发生呢 是不是魅力不够 这个个人问题方面 你知道要不要展现一下 真行喊话对那一位女生 没有所以说今天就来上上电视 想说反正想怎么样 连续一下子吧 那要留下 破个联系方式好不好 对吧就还好就我觉得就男女 合租的话基本上就你在外面找房子嘛 大家都是学生嘛 就基本上 又不是同一个房间同一个房子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正常的 对就这方面来说的话就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男女生一起住 你觉得最大问题是什么 像可能他们女生啊一定会出去玩嘛 会不会有的时候喝着烂醉回来啊 然后在家里 然后你要帮他们清理啊 或什么的 就像我刚才讲过啊 基本上有什么 不能干的活的都是我来干 对不对 像是哪一些呢 就那种 没有断材地水啊 还就是那种扫地啊 对啊 就是那种 他们利用他们天生的优势 你知道吗 然后 他们怎么跟你 怎么跟你求的 让你这样子 柔情 对 柔情地望着你 然后用声音说 像个大短户的 Let's go 是不是这样子 让你这样子的心情激动之下 帮他们打扫家里 就我觉得就 我很正直啦 住在一起还是要觉得就是大家 不要假正经了好不好 同在屋檐下啦 同在屋檐下 要 要和平相处了 对不对 这样比较好 对 你通常都是怎么照顾他们的 如果他们就是 希望你要帮他们打扫个什么东西啊 就照顾也说不上啦 留学的孩子都很独立嘛 然后的话 基本上有一次的话 就是附近好像出了一个那种盗窃案件 还是怎么样子 这可怕了 然后 然后之前在外面的话 他们就 就是当时就回去了 只剩下一个女生在 在那个屋子里面 有两个 然后他们就要求我必须晚上12点钟之前一定要回来 然后就是那种组合刀具 你知道吧 每个房间里面放把刀 我每次一开一灯哦 然后就看到旁边一大亮黄黄的东西 就我觉得就还好吧 就是平时就大家互相关照照顾一下这样子 对啊 没有你们想那么邪恶的 我没有想邪恶 所以是单纯的纯洁的少年 对对对对 好 那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澳洲这边 然后我们share房间 其实我们要怎么样才能避免遇到这些极品室友或者是一些情形发生呢 你们有没有一些idea 我觉得刚来的话 除非是你在这边就已经有同学了 或者有朋友在国内就已经认识了 然后这方面好一些 要是你支撑一人来的话 一开始难免会遇到这种情况了 但是后来就是随着你肯定要出去交朋友嘛 比如上学呀 还有出去玩呢 然后你就跟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然后问 然后跟他说一下 你房子什么到期啊 要不到时候等到你到期 我们搬起来一起住啊 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可以好很多 其实跟朋友住还是一件蛮开心的事情我觉得 就有很多同学你跟他们相处是一回事 住在一起又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道一道是 我们上课的时候 我们那个professor就跟我们说 他说你看 我为什么不让你们朋友之间一起组队 组团做assignment 他说你们做assignment之前还是朋友 我跟你讲你们做完之后就不是了 虽然有些人不做assignment 对啊 就就感觉就是住房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啊 对啊 然后有些人像我的话 我通量五分钟就出来了 他们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不出来 我还要跟他们一起学水费 我就有时候心里想想还挺不爽的 对啊 所以你现在是在说 你跟那五个女性是有住在一起的 然后他们洗澡的时间比你多是吧 你也在听墙吗 在听 对啊 你怎么知道他们洗得这么久 他妈们进去写的时候 你还在心 还在心 好开心 好开心 对啊 就觉得哎呀 这出道国嘛 对不对 对 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 所以说 我觉得 就就这种东西不能避免呢 不能避免 我觉得你像那个 像打个巧克力那样好吧 然后就哎 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样的 对啊 你公主亲很多青蛙才能找到王子 何况室友 也对 不过呢 像我们讲的这么多相处之道 你们有没有想要跟观众朋友们说一些你们这些经验里面 你们总结出来一些要如何相处呢 因为我们会碰到形形色色的人 有没有一些相处之道要怎么样来维护 我觉得首先就是将心米心吧 就是有时候你要替他人站到他人的角度想一想 然后再就是要大注意点吧 就是像比如说有时候我也会遇到室友 比如说他碗没有洗啊 是或者怎么样的 然后我看到的话我可能有时候会帮他洗一洗啊 你多做一点我多做一点都没有关系 大家只要把整个环境打扫干净就好了是吧 那我们Alice兄 有没有总结出来一些什么人生之道啊 他就是中国人的相处之道了 就是 就礼尚往来嘛 对啊 但是我经常我基本上我现在是跟外国人在住 对 所以说的话他们国外人他们就比较讲究契约精神 就你有什么事情哦 你跟他们说好 就他们不喜欢你就一巴掌打过来 其实我这样觉得挺爽的 就你有什么事情你说好吗 对啊 所以说看我的话我就会跟他们说好说 你这个可以怎么怎么样 那个不可以怎么怎么样 就是你先沟通好了的话 大家太偏离吧 然后有什么事情说出来 然后这是最好的 俗话常常说 人在家里要靠父母 出外则是要靠朋友 其实我们生活在墨尔本 常常一个人有很多挫折还有压力 都是需要跟我们天天见面的室友来分担解忧的 如果您身边有许多关于极品室友的故事想要与我们分享 可以上我们的微博专页 也欢迎你直接到我们的摄影现场来与我们跟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 也非常感谢 Acto BB My Lifestyle时尚家居 Flora Photography 墨尔本精品婚纱摄影 对我们节目的大礼支持 也要特别感谢今天到现场的三位嘉宾 与我们分享他们搞笑的经典故事 有机会的话呢 也欢迎你们三个再次来上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一起跟大家说拜拜吧 拜拜 拜拜 拜拜